你的神不是全能吗? 如果祂愿意阻止邪恶,但却不能够,那祂就不是全能 你的神不是美善的吗? 如果祂能够阻止邪恶,但却不愿意,那祂就不是美善 如果神又不能够,又不愿意阻止邪恶,那祂真的不是神 那如果神又愿意,又能够阻止邪恶 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邪恶? 欢迎大家观看每个星期四播放的《信不信有理》 我是梁伟刚全道,我们一起从呼叫学的角度去探讨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 苦难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 很多时候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跟一些经历苦难的人同行 不是跟他们讲道理,免得不尽人情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很想从理性的角度去思想 如果神存在的话,那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多的苦难跟邪恶呢? 开始的四条问题不是我发出的 希腊的结学家伊比古罗在主前四世纪已经问这些问题 让我们就去想一想怎么样回应了? 没错,神当然是全能的 但是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全能的意识 全能的神可以做所有合乎逻辑的事 包括创造天地万物 在水上面行走 从死里复活等等 连超自然的神级也没有违反逻辑 但是全能的神不可以做任何不合乎逻辑的事 神不可以做一个正方的原型 因为这个是一个逻辑的矛盾 这样的东西没可能存在 那你问全能的神可不可以做一个很重的石头 连自己也不可能拿起了 不可以 不是因为神缺小了什么能力 那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逻辑的矛盾 那既然你说神是全能 你这不可以问他 可不可以缺小一些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了? 神创造了人 他很想跟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 爱的意思就是双方也需要有自由去选择爱 爱是不能强迫的 强迫的就不是爱 所以神的设计就是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选择爱 那按照神完全美善的本性呢 神认为这个世界才是最好的 给我们一个机会跟他有最好的一个关系 当然全能的神可以做一个世界是没有邪恶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道德就不存在了 我们就没有自由去选择对跟不对 全部人就好像机器人一样 爱也不会存在 好,我们明白为什么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但是我们又要神去阻止所有的邪恶 那这就好像要神强迫人去选择自由好的行为 那强迫这不是选择了 因为选择是不能够强迫的 这个是不合乎逻辑的 这个就好像要神去创造一个正方的原形 或者是创造一个很重的石头 连自己也不可能拿起 这个是不可能的 全能的神也不能够做一些不合乎逻辑的东西哦 罗马书第一章的经文 保罗谈到其实神借着他所创造的 他的存在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 叫人无可推诿 但是人却坚持假装神不存在 继续去行恶 这里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全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专门各样的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等等 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跟邪恶 概括来说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这个是神的设计 是他看为美好的 神负责这个部分 但是如何运用这个自由意志去选择 对的行为跟错的行为了 这个就是人的责任 神从来不会强迫任何人去爱他 不是因为全能的神缺小了什么能力 但是因为强迫的选择 这个是逻辑的矛盾哦 好 可你会问 人的自由意志 只可以解释道德的邪恶跟苦难 那自人的邪恶呢 包括地震 水灾等等 自人带来的苦难呢 如果神允许这些的苦难 是不是代表他这部美善呢 这个是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去探讨的问题 不要错过啊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这条短片帮助到你的话 你可以考虑按like留言跟分享出去 记得按这里去订阅以色列的YouTube频道 或者按这里去重看信不信有理的任何一条短片 下个星期再见 愿神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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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